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做生意 心很老实 但他常常被人家欺负 可是他很善良 他是佛教徒 他家里都有观世音菩萨 他每天早上都会点香 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拜一拜 观世音菩萨 希望你保佑我生意好 帮助很多很多人 他就出去做生意了 初一十五的时候 他就吃素 然后他供香花灯果煮 有一天所以他一生都拜观世音菩萨 非常非常的虔诚 有一天他上班 做工回来以后 拜完观世音菩萨以后 他就睡觉了 他突然看到观世音菩萨 到他梦里来了 叫了跟他说 小心啊 你将来会有灾难的 他吓了一跳 观世音菩萨你不要吓我吧 我很好呢 我对你很好 我也很虔诚呢 他说不 这是你的业 观世音菩萨说 我讲一首祭颂给你听 你把它背起来 这个祭颂我先打出来 好 换灯片 逢巧莫亭舟 欲有济抹头 斗骨三身笔 苍蝇彭笔头 因为它是明朝的故事 观世音菩萨当然讲古文啊 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各种语言都懂 他会英文也会法文也会德文 你不用担心 对不对 你有语言 他说你背下这首祭子 逢巧莫亭舟 就是桥啊 碰到桥的时候呢 趁着桥底下 你那个船啊 不要停下来 继续走 第二 欲油既抹头 看到油呢 把油呢 地上的油或哪里油 只要看到油 赶快抹在头上 第三 斗骨三身笔 一斗骨可以碾出三身笔来 苍蝇彭笔头 苍蝇彭笔头的意思是说 古人是用毛笔写字的 表示说这个苍蝇啊 会飞飞飞起来呢 把毛笔都拿起来 然后他就突然醒了 他说好奇怪 我平常拜观世音菩萨 我也很少做梦啊 不然今天我会梦到观世音菩萨呢 这一定有问题 我想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就把这个祭子 记在心里 每天念 冯桥墨亭舟 欲油既抹头 斗骨三身米 苍蝇彭笔头 结果有一天呢 他就到外地去 赞米 因为古来呢 他做生意啊 是要传的 结果突然又回来的时候 下大雨了 下大雨那个船服就说 老板 老板不行了 下大雨 赶快赶快 前面有一个桥 我们停那边吧 结果他听到那边 不对 冯桥墨亭舟 不可以 不可以停 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他说老板你头啊 坏掉了 现在下大雨啊 我们躲在桥底下躲一下雨 他说我是老板 叫你赶快走就赶快走 结果他就赶快开 开了以后那个桥 砰就踏下来了 哎呀他吓了一跳 他说观世音菩萨 真的救了我的一命啊 逢桥莫亭舟 碰到桥的时候 那个 碰到桥的时候呢 船不要停 那后来呢 后来呢他就湿哒哒的 回到家里嘛 因为半夜回来 湿大家的 结果呢他家里暗暗的 暗暗的呢他也觉得很奇怪 肚子又饿 结果呢他呢要接进门口了 突然滑倒一下 灯结一下 诶奇怪 怎么地上都是湿湿的 因为暗暗的关系 他就随便拿一个小火 打起来 一看这是什么 诶油啊 好奇怪 他想到 玉油 记什么 记抹头 他说第一句话 已经灵验 我想第二句话 观世音菩萨 应该不会骗我的 结果地上有油啊 因为晚上也很累了嘛 他做工回来 做生意回来 很远很远回来 他就把这个油呢 赶快抹在这里的头上 抹了头了以后 他就去睡觉了 在明朝跟清朝的时候 听好 男生都是有留长头发的 知道吗 不像现在 我们现在人都很酷 头发都剪光了 对光头也是光头 可是在清朝跟明朝 男生是有绑头发 后面有个渣渣 有个辫子的 看起来有点像女众一样 然后他就抹个头 然后就睡觉 就睡睡睡睡睡 睡到快要天亮的时候呢 半夜两三点都知道 哎呀 糟糕了 突然有人闯进来 杀了 结果呢 他赶快点灯 糟糕 他老婆被人家杀了 他吓死了 他想糟糕 怎么会是这样呢 对不对 而且呢 他的太太被杀了以后 他心里很紧张 就赶快呢 在天亮的时候 就赶着去找他的岳父 因为呢 他跟他岳父讲 你的女儿被杀了 他就问他 你跟我的女儿 就是你跟我的女儿 就是你的太太 一定是感情不好 是不是你有外遇啊 他说没有啊 我是佛教徒啊 很正直的啦 他想说 那你拜观世音菩萨 相信佛教 那是不是你们之间 感情也有问题呢 他说没有啊 那是不是你得罪了 亲朋好友呢 邻居呢 他说也没有啊 他说家里有没有掉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掉 他说那很简单 既不是仇杀 也不是抢劫 那就是你杀我女儿了吧 哎呀他想糟糕了 这是我好心告诉我的丈夫岳父啊 告诉他 很抱歉 你的女儿被杀了 我很难过 结果你反而无赖我 对不对 因为他的岳父想啊 他想要占家里的财产 就把他的太太给 咔 这样杀掉了 他说没有没有 就把他叫官府 把他抓了起来 他就被关在监狱里 他就很倒霉 他一直念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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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救救我吧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 又怎么回事 我就听你的话呢 欲游记抹头 对不对 我抹了头 结果 我老婆就死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结果这个时候呢 他就被呢 当地呢 这个县政府开始判刑 威武 对不对 电影的不是都这样一吗 对不对 判刑 判刑呢 就是判他说 你要死刑 他说 后来呢 他说 不是不是 可是我没有杀我太太 我怎么会杀我太太 我不相信的 可是呢 因为他的岳父告他 所以他呢 这个官司啊 也是他的灾难 这时候呢 他就看着 你知道吗 以前啊 对不起 借我一支笔 快点 以前呢 判官是这样 对不对 他要拿毛笔写 那完了 要判死刑的时候 就要毛笔拿起来 然后这样一丢 就是拉出去 斩头 对不对 可是这样一拿起毛笔的时候 竟然有很多苍蝇啊 就飞起来 他突然念一句 苍蝇彭笔头 第四句 哦对不起 这个笔头掉了 好 没关系 苍蝇彭笔头 他就 所有的苍蝇拿起来 然后他就讲这个故事 然后他就跟判官说 等一等 等一个 我告诉你一个 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 你给我五分钟 你听完故事 假如你还要杀我的话 那我就没话说 他就念了这首记 来请看切换换灯片 逢桥莫停舟 玉油济抹头 斗骨三身米 苍蝇彭笔头 他说我就曾经遇到桥的时候 我就听观音菩萨的声音 那个桥就塌下来了 我回到家了 我遇到头 我就抹油了 那呢 我现在又看到 你看你判我死刑 结果苍蝇都抢着你的笔 不让你的笔丢下去 表示我是被冤枉的 那那个献太爷判官呢 就想 那第三句叫什么 斗骨三身米 想来想去 斗 斗骨 骨啊 把它去了三身 还有几身 七身 那米去了这个外面的壳 那就剩下了康 所以答案是应该是康七或是七康 这时候呢 县官就突然想 诶对 最近有一个逃犯叫康七或是指七康 结果他就下令去调查 结果的确有一个叫做康七的人就被抓来 抓来原来什么 他就是偷偷地跟他的老婆有外遇呀 但是呢 他爸被他老公发现 所以他一念称心起先下手为常 半夜跑到他家的时候呢 想要把他太太的老公给头斩了 结果呢 他想他的太太呢 就是那个他跟他有外遇的太太 因为他们都会化妆嘛 对不对 他想化妆呢 头有涂油的一定是女人 那睡了两个人 这个有油 那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油 咔嚓 他就把他杀了 结果 最后呢 判官呢 判了康七是死刑 那这个念观世音菩萨那一刹那呢 在他突然被释放的时候 他放声大哭了 他知道轮回是很苦的 就算你再爱的人啊 也都会有意外 最后呢 他就发心出家了 那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一个真实的感应的故事 很真实真实的感应故事 那所以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你常常拜他 这是商业金色 请看幻灯片 商业金色的 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 千手千眼 而且他的头有十地 十一地的菩萨 这是坐姿 好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 这个故事 给我们什么启发 让我讲一个段落 请看 为事中的四元 注意听 这个是讲义没有的 你要抄可以 第一个叫轻音缘 二 所缘缘 三 等无间缘 四 真上缘 请注意听这一段话 因为待会你有很多的问题 都跟这个道理有关系 第一个轻音缘 英文叫做arising condition 英文是我写的 就像种子一样 你花圃里面要种种子 要种植物 你现在突然想要种玫瑰花 或是种向日葵 你要先去买种子 种子叫轻音缘 轻音这里是指叫arising condition 你要去买种子 第二个 所缘缘 第一个缘 所缘缘 有两个字 对不对 这是古汉文 第一个字缘是当动词 所攀缘的对象 所以英文叫the object of the producing condition 比如说你种子里面要放在泥土里 你才会发芽 假如你的种子放在这个海印古斯的大殿 你看这边有瓷砖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不会发芽的 因为什么 你种错地方了嘛 所以你种子一定要种在泥土里 第三个叫等无间缘 等无间缘叫做the continuous condition 就像每天要浇水 水也不能浇太多 有些花你常常浇 浇太多水根会烂掉的 有些呢 你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像夏天到 你不浇走 它立刻没有水分 也会被太阳晒死 哭死的 所以你要浇水分 要有智慧 要浇得刚刚好 最后真上缘 the most important extra condition 就像什么 像阳光 假如一个植物 它种在室内里面 不太容易 它要阳光 光合作用 所以你会发现在 布置佛堂 或在家里的 有些植物啊 有些它要搬到外面去 它才不会死掉 好 这四种缘 是为世中所说的 好 看回这个 观音感应录的这个人 第一 清音缘 就是他相信观世音菩萨 他内心里 对观世音菩萨 真正有虔诚的 信心跟恭敬心 第二个 所缘缘 是什么 他家里的佛像 所以家里 要供佛像 然后每天 要点香 要供水 等无间缘 就是每天 他烧香 还有供水 你再叫 居居福德之良 叫广修供养 大家度过普门品 若然礼拜 观世音菩萨 礼拜 观世音菩萨 胜过于你 礼拜六十二亿 恒河沙 菩萨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你拜 观世音菩萨 是有功德的 因为他是一个 古来的 道价词堂的佛 观音菩萨 有观音的功德 好 真上缘是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 托梦给他 他也记住 而且他也照做 所以换句话说 听好 佛教不是宿命论 任何一法都要这四个缘 注意听 清音缘 所缘缘 跟等无间缘 一二三 是靠你自己的多 真上缘是指 外面来的力量 像观世音菩萨 在他紧急苦难的时候呢 观音菩萨会救他 所以 佛法这样才叫缘起法 举一个例子 各位小朋友 都喜欢考试第一名 第一个 清音缘 每天要做功课 第二 所缘缘 不懂得 要问老师 问同学 第三 等无间缘 是每天要复习 不能考试前才复习 真上缘呢 你可能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拜文殊菩萨 让你考试通过 但是你的心也不能紧张 为什么呢 等你虽然读了很多书 做了很多功课 考试的心一紧张 什么都忘光光 所以 我们常常一直说 平时要烧香 不要临时抱佛脚 很多人抱佛脚都是 只做第四个真上缘 真上缘光有阳光 是不会开花结果的 因为你没有种子 泥土跟水分 了解吗 所以每天会为什么要你 布施 十戒 六度波罗蜜 对不对 上佛学班 要诵经 做早晚课 这些就是要培养 亲因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万一很不幸 你过去的夜限前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佛菩萨呢 直到你有灾难 会发生车祸的时候 你可能在开车的时候 突然念一声 那么大被观世音菩萨 本来你车祸会死掉的 因为亲因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跟真上缘的力量 结果呢 你只是发生车祸 虚心一场 但是你的命是被保住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会有感应的道理 这样了解吗 感应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我就在这边 观世音菩萨加油加油 对不对 加持我加持我 你什么都不做 黄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福报也不会自然生 生出来的 有一个连友 好 现在回答问题 就用这四个 来 有一个连友问我说 没关系我答多少算多少 师父 当学佛的佛弟子 吃素跟放生 事业上比以前更顺利还顺利 请问有修什么佛法 可别会让我的事业增上 大发财 因为呢 我很想修广大的福报 能够呢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跟供养一切众生 师父请你叫我 发财的方法 好 答案是 我要知道的话 我也不会告诉你 那我发就好了吗 还等你发 没有 这是开玩笑的 好 看幻灯片 看这一段 请切换幻灯片 从这四个人来讲 第一个 你有发心 想要护持佛法是好的 但是我要建议这位问的联友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都说 哎呀 观世音菩萨 我今天买马票啊 让我种一次就好吧 我种完了 一半我留着 一半我一定供养你啊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念头 挺好 你的动机是不对的 请不要切换幻灯片 看这一段 注意听 你想要护持佛法 这个心是对的 但是你的动机不太正确 我要先送你一句话 有多少的福报 就做多少的事 不要强求 福报是来你的怨心 跟你的心量 不是说我们来做功德 而且人家签1000新币 只有我十块新币 我的功德比较小 错 那表示你不太懂佛法 透去中国大陆说的话 你的佛法水平太低啦 要多听经 多文法 真正的功德在地藏经讲 是在你的愿力 以及心量 就算我今天 点一支香 在佛门里 何况海英古斯点香 是免费的 我点一支香 真的很虔诚 观想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了成佛 那个功德就很大 不是说 功德我的香油钱 放得越多 我才功德大 当然你若有很大的福报 举方说 你是一个文武百官 你是个王公贵族 你很有福报 一奸就是奸一万新币 建寺庙 那当然很好 可是呢 你要有谦卑的心 很多文武百官呢 奸是这样 VIP呢 我捐钱呢 怎么没有倒茶 倒茶 这个茶不太好喝 我家的茶比你好喝 你看这种是傲慢心 是比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烧香的人啊 烧香的人福报 比那个捐一万新币还大 我是跟你讲真话 我不在乎得罪别人 很多人都讲假假的 真正的功德在你的 怨心 观想 跟发愿 你写下来 怨心 观想 跟发愿 你去看佛很多的经论 佛在世的阿含经 跟大称的经论 很多贫穷的人 共佛 他的功德 都比国王的福报还大 当然 假如 你是一个文武百官 你又很有钱 你的心量很大 那当然 你又没有娇慢的心 那功德也很大 但重点是在你 不要强求 你有多少的钱 就做多少的事 而且做之前 要考虑清楚 上次我讲经过 第一次讲经说 你有100块新币 分四分之一做功德 不要想一想啊 我有100块的心币 我捐了50块 后悔呢 打折变一半 后悔是不可以的 那功德会减损 还有 做功德 不要炫耀 有些连友都会这样 做炫功德 师傅呢 要不要收去 不用 学佛弟子就好 佛弟子 那他要做账吗 好 学佛弟子 他跟他就回来 哎 我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做功德这么容易 你看我今天就做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的功德 怎么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的功德 上面我没有写名字 其实叫show up 这样子的话 你的功德也会减少 做功德在你的心 所以我觉得你做功德 你有多少的福报 就做多少的功德 再透过你发愿 观想跟心量 你的功德就会很大 不然你想想看 假如要很多很多钱 在叫功德的话 那贫穷的人 就不可能成佛 是不是呢 所以 可是在佛法 我刚才讲 前面讲 一切的众生 都是平等的 有钱 没钱的 黄种人 非黄种人 东方人 西方人 都有佛性啊 所以你的心 比较重要 地藏菩萨 本愿功德经说 你的功德 是跟你的心量成正比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经完 要发愿回向 我在今天这么辛苦 讲经 也有一点功德 你在这边听经 也有功德 海音谷是所有 物质的人都有功德 我们一起发愿回向的话呢 那就像呢 一盏灯 点无量无边的盏灯的灯 那功德是更大的 所以 回答你的问题是 你要供养三宝是很好 但不要有贪心 随缘而坐 好 再看幻灯片 轻音缘 第一个 你要种 布施的因 你假如有一百块 那要四分之一布施 二十五块 要兼去 供养贫穷的人 慈善事业 或者供养三宝 你要种 布施的因 你种布施的因 你将来才会有 赚钱的因 很多人都是 哎呀我赚钱很辛苦啊 我可不愿意布施 错 各位你知道吗 全世界很多地震或是演唱会的时候 纵使是西方人他非佛教徒 一个美国的歌星演唱会 一间就是一百万美金耶 你知道台湾 前一阵子台湾呢 四川大地震 当然你的心很重要 我不是讲那种不好的 我是讲好的例子 古诶 台湾大家知道有王永庆吗 对不对 奸长根医院 对不对 他一间 一间捐一亿台币耶 他是真心的 他很有福报 你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报 为什么他做生意呢 因为他布施比你还多嘛 他是无所求 清净的心布施 那我们很不容易 像我晚上做梦 一亿呢 我都梦不到这个数字 那我的福报就没有他大 可是我的心量会比他大 所以第一个 你要种布施的因 第二个 布施所缘缘呢 常常要主动帮助别人 你想要发财 一定要遇到贵人 你不帮助别人 也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第三 等无坚言 就要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第四个 真上源 你自己要很认真的去做 比如说像新加坡 很多的公司都竞争很多 你领了一个project 就很认真 就努力学习 可能一个project 你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那当然你就有福报 供养三宝 那你可能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什么都不做 钱会掉下来吗 会掉下来的话 我比你先减啊 所以我讲了一切的法 就要符合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一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请你记起来 清因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跟真上缘 很多的佛法的问题 都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理解 第二个 师父请问初学佛的人 万万不可说烦恼即菩提 只能说无烦恼不成菩提 请开始初学佛的人要怎么学 听好 两个建议 学佛的人 见地 要广大如虚空 答案是对的 烦恼真的就是菩提 你不要怕这句话 事实的真相 就是烦恼即菩提 待会我会解释 但是 行为呢 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就像踏在那个冰上面的 冰川的冰块一样 你如果走得不好 冰破了 啪啪 你就会掉下去地狱了 我再讲一遍 见解 要广大如虚空一样 你不要怕 可是你的行为要很谨慎 就踩上在冰里面 所以佛说了一句话 一切法都必尽空 但是因果丝毫不爽 很多人学空 空空 空到最后就不无因果 这是错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法师讲说 以前啊 很久很久以前 听说什么都是空的 金刚经也是空的 他把金刚经拿来踩啊 那会堕地狱的 没有错 一切东西都是空的 职业是空的 空的只是要破除你心中的执着 可是空并不代表你心就不要恭敬 身不要恭敬 你有能力把金啊 金是佛说的 你把脚踩在金刚经的话 你是会堕地狱的 所以学习佛法要很小心 这里讲烦恼即菩提 看这里 看我 烦恼跟菩提 一个是讲迷 一个是讲悟 为什么讲烦恼 因为你有贪嗔痴 什么讲菩提 因为你有觉悟 那讲烦恼即菩提啊 这是开悟人说的 的确 我告诉你 真正开悟的人 无烦恼 也无菩提 烦恼跟菩提 两个都了不可得 这是第四层 我再复习一下 昨天我不是说要转念 有没有 坏的念头转什么 善的念头 善的念头转什么 清静的念头 清静的念头转到最后什么 一切的念头都了不可得 对不对 记得吗 不记得今天就不能回家 记得哦 再讲一遍 坏的念头要转 善的念头 善的念头转成 清静的念头 清静的念头 连念头都了不可得 这个才会开悟 所以它是有次第的 讲烦恼即菩提 是讲在第三层 第四层我告诉你 无烦恼也无菩提 烦恼跟菩提 了不可得 这是般若经讲的 可是这么深的东西啊 不要对初学的人讲 假如你一个小朋友讲说 无因果 无菩提 那他跟你讲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就干嘛要来拜佛 了解吗 什么都没有 那我呢 干嘛要来上佛学班 他会误解 所以佛曾经对 般若波罗蜜经说 圣生圣生 般若波罗蜜 不是对初学佛的人说的 初学的佛的人 还是要讲 五界 十善 四地 十二因缘 六度波罗蜜 菩萨十地 你要给他有一条路 注意听 再举个例子 再举台北101 一种人他要爬楼梯啊 假如你家是住六楼 新加坡也有电梯 可是你又走楼梯啊 你要一层一层爬 你爬了以后 他才会真正爬上去 你跟他说 哎呀 反正都是空性的嘛 你飞上去吧 他可能吗 不可能的 所以刚开始 一定要告诉他 逃生的时候 要走楼梯 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 真正有根性的人 或是老人家 对不对 他体力不方便的话 你告诉他 这里有个电梯 你按一下 就进去 就上去 当然他会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坐电梯嘛 所以用这个比喻 是告诉你 烦恼即菩提 是指烦恼 是贪嗔痴的显现 菩提是清静心的显现 看这里 烦恼跟菩提的背后 它的本质啊 是同一个 都是空性的 这样听懂吗 烦恼哪里来 拿给我看啊 菩提在哪里啊 拿给我看啊 所以 它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所以讲烦恼即菩提 可是 这是指 你的见地啊 不要怕 你可以要知道 很深很多的佛法 但听好 讲 烦恼即菩提 但是你下手的地方 要先学什么 调伏你的烦恼 让要自己 常常发菩提心 这才是要努力的地方 就像走在冰上面一样 要很谨慎 所以 再怎么证悟空性的人 他还是要严守 五戒十善的 所以你不要动不动 就跟我说 寄功活佛 酒肉传礼过 佛礼心头做 那假如酒肉常理 你真的过 那我拿一碗的 这个蟑螂跟蜘蛛 看你敢不敢吃 你吃的话 师父就会给你鼎礼 因为你真的 证悟空性 所以不要拿特例 来告诉自己 啊 都没有关系啦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也不要乱乱用 所以给你这位 联友答案是 见地要像虚空一样 广大无边 烦恼跟菩提 它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是对的 但是下手的地方 要常常去调服你的烦恼 常常要发菩提心 好 再回答一个问题就好 师父 请问我想要去 东方钥匙净土 应该怎么修行才能去 我想应该请 海印古寺的住持 传译法师来讲 七天东方钥匙法门 各位觉得好不好啊 对啊 我的借兄是专门修 东方钥匙净土的 其实应该 我觉得这个掌经讲完 应该你们请法 请他讲七天的钥匙 琉璃光如来净土 他是修得非常好的 对不对 好 那你以我的建议 有几个方法 注意听 第一 要修任何一个法门 第一个 要供内尊佛 刚才讲 所缘缘 轻音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好 再切换一下 换灯片 再回来看 唯事中四元 一样 第一 你要有 亲音缘 就是你自己 对药师佛 要真的要有 强烈的 恭敬心跟信心 当然 现在下午 我也跟传译法师 我也问他 你修药师法门的心得 他很客气 他说第一个 假如病痛越多的话 你对药师佛呢 会有越强大的信心 的确 因为人苦的时候 你要对你的药师佛 东方药师佛 要有强烈的信心 跟恭敬心 那你一定会有个问题 师父 我又没有看过药师佛 没有关系 慢慢来 先看他的佛像嘛 对不对 药师流离光如来净土 是非常庄严的 有药师一尊佛 也有药师七佛 也有藏传的药师七佛 都没有关系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对某一尊佛 有虔诚的恭敬心跟信心 第二个 所圆圆 就是你家里 要供一尊药师佛的佛像 早晚要点香 跟供水 初一十五 要供 香花灯果竹 能做多少都做多少 第三个 每天要念药师经 药师经很长没有关系 一卷一卷念 发觉呢 念三千遍 药师流离光如来经 平常你坐车的时候 你可以念药师流离光如来的咒 也可以念药师流离光如来的名号 听好 要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不是念南模 不是念南模 并不是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池里游的水中跳的 看得到的看不到的 我都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健康长寿 都能到身心自在 像药师流离光如来一样 最后把这个功德发愿 回向求生 药师流离光如来净土 那你就是修这个法门 所以这是清因缘 总结一下 虔诚恭敬心 二所源源 你要供一尊药师佛的佛像 假如你有福报 要流通药师经 或药师法门 或正知正见的药师 就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讲的 这个药师DVD 那也很好 或是念诵 做功德流通药师佛的唱诵 或凡辈 那当然也很好 等无间缘 就是每一天 你要诵经念佛念咒去修持 最后真上源是只要回向 那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不用怕 因为你一直拜药师流离光如来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八大菩萨现前 药师佛 东方的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跟十二药叉呢 就会放光来加持你 那就恭喜你会往生 药师流离光如来净土 其实我本身也拜药师佛 我可以告诉你 那弘一大师都说 弘一大师 他是在民国一带高僧 他虽然发愿弘扬极乐世界 但他觉得 现代的众生 修东方药师净土 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是不冲突的 甚至弘一大师也弘扬地藏法门 华言经 还弘扬戒律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 有些人现世当中 病痛很多 然后灾难很多 福报很不够 你可以拜地藏菩萨 或是药师流离光如来 或者拜观音菩萨 那所有的功德呢 都可以回向求生 东方药师净土 或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所以他是不会冲突的 好 今天 讲经就先讲到这里 好 请卡开回向文 第六十页 我们今天是第三天 所以念菩提道次第祈愿文 伟大的宗科巴大师所发的愿 宗科巴大师是文书 施力菩萨的化身 所以这个愿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请合掌把心静下来 虽然我知道时间有点晚了 但是发愿与回向是很重要的 为自己跟为家人 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 跟无量的众生 你应该发这个愿 所以心不要急 发愿的功德胜过于你 无量的功德 好 请合掌 我念两句 你跟我念两句 以我久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之良 为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是尊 为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是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闻书此免垂舍尺 为成佛前一切身 闻书此免垂舍尺 聚主教以罪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喜 以我解悟道法药 大悲为道善方便 以我解悟道法药 大悲为道善方便 敬除众生义名于 持佛教法于久远 敬除众生义名于 持佛教法于久远 教法圣宝未遍阳 或以遍阳而衰舵 愿于笔触心大悲 显红利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饶意诸愿泄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远 尽除人非人为缘 成就修行善道远 尽除人非人为缘 佛所赞叹进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佛所赞叹进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理精勤修行计 如理精勤修行计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朴实方 好 请放掌 这个宗科巴大师 其愿文有无量的功德 第一个 你在家里也可以常常这样发愿 一 你会遇到无量的诸佛 做你的老师 第二 你也会遇到好的善知识 教你佛法的道次第 第三 因为文殊菩萨的加持 所以你也会常常有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第四 将来你在帮助众生当中 有些很刚强难化 甚至不相信佛法的地方 因为文殊菩萨的加持 你能够利益众生 讲经说法 第五个 最后 你可以满无量众生的愿 帮助他 最后度他 发菩提心而成佛 所以事实上 这个祈愿文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知道新加坡的联友 工作是很辛苦 也从远地方来 但是我也希望鼓励大家 每一天能够尽量来 因为每一天的主题 我都会讲不一样 我是很用心的人 那前两天你没有听到的话 我就不会再重复 所以问题呢 我会按照进度 越讲越深 越讲越深 那当然我也会尽量的 用各种的例子 来跟各位分享 讲完经以后 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在我们用在生活上呢 怎么样去实践 事实上要真正要了解 一切的教理的话 那是要通达很多很多的经论的 所以慢慢来 所以今天 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 谢谢 我眼灰山 阿佛山 我眼灰山 阿佛山 我眼灵草 有十方式亞度 禪到一切任職子 华盈青 靜知育 一切遍离境无意 苟见恨愿为神灵 苟见一切独带见 一身苟见诈甚深 一遍离三身佛 一身苟成师佛 各自菩萨尊慧众 无尽化解身体难 真心如我皆崇拜 可依一切隐从来 不是无尽妙愿 是尽体未来 一切结斩我深深共的爱 离祖最善妙万万 既月涂向既山甘 如是最善转远去 我已供养足如来 我已广大圣结心 真心已写三世佛 我已广千荒年里 不遍公养足如来 我已受造之后 也皆有无事看神师 生神与余之首成 你先我今皆散会 四方余皆自众生 欧生有些祈无些 爱些如来以佛山 那首有功德皆随心 世华首有自卷动 醉世上旧不提走 阿尽月皆皆相情 专专与佛山 专与佛山妙花轮 此花若亦是涅槃 我其自身的泉泉 爱然旧之沙尘 皆地若亦皆自众生 若有麗山 梦兵佛心何主师 尊佛论 雙旗山 彗子山根 迪象 진成之佛陶 天相予世神功德 迪象五上真佛界 心相互之神功德 尹象佛之身 佛法及神圈 佛地都听善美意 若是无量共度海 佛今世今回家 早有众生人口语 全脱贪荒莫发疼 若是一切子叶藏 其皆消灭尽如意 连连子早亦发觉 光度众生皆苦对 乃此其同事皆尽 众生其也万好尽 若是世华光不变 眼尽回相亦如是 南无大凰不见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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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耶 陀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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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哪知道教理撒婆婆 南无阿弥陀佛耶 多大谢多耶 多地耶 他阿弥陀佛祕 阿弥陀西丹佛祕 阿弥陀佛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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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啲阿弥陽尼 哒彼痣 好 请口长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纪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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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诸位法师 诸位莲友 大家晚安 请看八十一页 今天在讲经之前 要回答一个莲友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烦恼寄菩提 我刚好有一首很好的名歌 让大家听一听歌曲 这个歌曲我在2004年6月 大碑中心讲 华元经净行品的时候 曾经当场放过 不过在座可能 有很多莲友都没有听过 所以先请你看八十一页的歌词 标题是烦恼寄菩提 然后我放MP3给你听 听完以后我再解释 先说一下 这是台湾一位虔诚的佛弟子 他做的歌曲 他学禅的 很有智慧 他很喜欢弹吉他 所以他就全导 把佛教的功细编成歌曲 这是他其中的几首的歌 非常的有智慧 谢谢 在这里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烦恼里 若无所住烦恼即菩提 若有所住不提即烦恼 若菩在哪里呀 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痛苦里 若无所住痛苦即菩提 若有所住不提即痛苦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不明里 若无所住不明的菩提 若有所住不提即不明 若无所住不提即烦恼 若有所住不提即烦恼 若无所住不提即烦恼 痛苦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爱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爱你的痛苦里 若无所住痛苦即菩提 若有所住不提即痛苦 菩提在哪里呀 无命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无命里 若无所住无命即菩提 若有所住不提即无命 怎么样